俄軍繼續攻擊烏克蘭東部及南部地區 俄羅斯國防部說 已經全面控制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 並在哈爾松和鄧涅茨克地區擊敗超過200名烏軍 勞金斯克地區一條村莊附近發生大火 有配備特殊裝備的消防人員趕到當地救火 暫時未知起火原因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 由於烏克蘭東南部的紮波羅熱核電廠 早前多次遭到攻擊 為免引發核災難 俄羅斯地方官員提議暫停核電廠運作 暫時未得到回應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則呼籲 俄羅斯民眾對總統普京的邪惡行為 不要默不作聲 又指烏克蘭與盟友準備對俄羅斯 實施新一輪的制裁 但暫時未透露詳情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ub Media 區贊維 小顏 小顏 也不敢的 你們 延 Bitte